這就是綜藝扣金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讓光線完全? 對對對,這我知道這個 主要就是直接用給你看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叫綜藝扣金 你等一下過來給我看 就是黃金光線 為什麼會這樣? 可以直接 它現在是紫的 對 一通一透鏡就會像 讓光線這樣彎曲 就是像這樣 因為是紫的 為什麼會亂踢? 你說在這裡嗎? 這裡是因為能力差的關係 我們底層就是用高能力的彎曲 然後上面再鋪繩 因為彎的那個擴散速度比較慢 你這個議題下面是 上面兩個是不一樣的議題是不是? 對 那下面是彎繩是不是? 它密度不一樣對不對? 對 質量不一樣 密度不一樣 密度不一樣 所以它就會造成 這個就是密度不一樣 所以光會折 對 那可是跟質量也很不一樣 我們這個只是讓你們知道說 大概有圖片說 它怎麼彎曲的 光線是怎麼樣彎曲的 真的有情況下 你只是要示意而已 對 所以那個在空間當中 光是會彎曲的 對 那光彎曲是跟質量有關 對 對不對 因為就是 質量太大的時候 會影響空間會扭曲 對 對不對 所以扭曲的時候 光就會差變 光的緊進出現 你是會沿著那個彎曲 我知道 所以黑洞它 它 可是黑洞不是說是光被吸進去 還是其實它就是繞 那是在那 它 繞開的 對 它影響不大 它光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哦 哦 我知道這個實驗 就是光經過月球的時候 因為月球的質量大 所以它就改變 然後我們 在南極那邊 蒐集光的那個 光的那個 那個 那個路線 就是 就確實有改變 還證實了那個 阿易斯坦的力量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時間我看 不然它怎麼證實 就是要 當那個月球 繞到 那個背光的時候 然後 光才能夠去觀察 當時證實光的像是好像是因為 水星 水星的那個軌道 水星的那個軌道 會有偏移 但是牛頓力學算不出來 對不對 那你如果套光的像是 那算吧 算出來 對 所以你這只是一個 示意 對不對 並不是真的 聽著你們的對話 非理科學生 感覺到害怕 對啊 我也是只知道這個而已啊 這個相對論本來就是很難的 嗯 好